各位学员,大家好 今天呢,咱们开始漏洞专题底下 这是咱们业务逻辑,这个漏洞专题的第三讲 那么咱们本次课程呢,主要是讲解一下 业务逻辑漏洞,它常见的一些挖掘的知识 以及相关联的一些案例分析 以下呢,是咱们课程的目录 那么咱们这里呢,首先看一下 就针对这个业务逻辑漏洞 它常见的一些挖掘知识 是什么 一般的啊,就是一些黑客 他在挖掘这种业务逻辑漏洞的时候呢 他一般采用的步骤呢,是这样的 比如说吧,这里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他发一个黑客 他发现了当前网站所提供的一些这个功能模块 你比如说像一些这个修改密码的 或者找回密码 或者修改更人资料的一些地方 那么都有可能会存在这种业务逻辑漏洞 那么针对上述 这些功能模块以及业务的流程呢 他又会有一个详细的 然后一个这个具体的步骤 那么这里呢,咱们就以这个购物 然后为例,我来介绍一下 那么正常的一般购物流程是什么呀 首先呢,是你先挑选一个商品 那么这个商品呢,一般它是可多选 那么接下来就立即购买 那么在这个立即购买这个旁边 它可以选择就是你购买的数量 包括你购买的样式啊 比如什么款式的 什么这个套餐的等等 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显示购物信息了 那么在此步骤,它就可以给这个卖家啊 去留言,比如说我想要什么型号的 我想要什么时候发货啊等等一些 并且填写这个购买数量啊 是否使用这种优惠券啊 或者是否是这个匿名购买 或者是找人这个这个付款等等 那么最后呢,就一个提交订单 提交订单完成之后 那么接下来又干嘛呀 接下来就付款了 那么这就是一个正常的 一个购物的流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黑客它往往去怎么操作呀 它就打破你正常的这个流程 或者就是说在你这个中间呢 它去拦截你这种请求包 请求的数据包 并且分析其中参数的含义 修改相应的一些敏感的参数值 比如说,比如说像这个购买数量 我可以选择两件物品 一件呢,它的购买数量 比如说是十个 我买了十个 那么另外一个商品呢 我的购买数量 我为负识 因为有时候你像这个程序 它这个在这块 如果它这个设置的啊 就不合理 或者就是这个程序 开发有问题 那么就会存在这种问题 那么最终呢 就导致了就是说什么呀 正负得零这种情况 最后它不需要花钱 然后就买到了这 刚才的这二十件商品 那么这个过程呢 它是一个反复的 比如说这里我刚开始 是对它的一个 挑选商品 购买商品这块 这个功能模块进行一个测试 那么接下来 我又返回到这个第二步 比如说我对它 这个修改密码 或者这个修改更新资料 在进行测试 看是否能够 热补它这个正常的程序逻辑 那么以上呢 就是一个常见的 这个挖掘业务逻辑 这块的一些这个知识 那么底下呢 我这里就是列举了 主要是两方面的 一个是这个密码重置的 就是它的这个操作一个流程 它这里主要是分了这个四步 然后两部分 那么第一呢 就是一个扣端 第二是这个服务端 那么首先看第一步 第一步是干嘛 它肯定是要输入用户名 那么在输入用户名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采用这种便利用户名的 这个手段 那么它这个扣端 首先是向服务端发起的嘛 那么服务端呢 它肯定会验证 就是你当前输入的用户名 是否存在 并且返回给这个扣端 那么在这里呢 黑客它除了便利之外 它还可以什么呀 把这个remance包拦截 篡感用户名 那么接下来到第二步 比如说它在这里 它有一个手机验证 比如说发送短信验证码请求 那么在这里呢 黑客它就可以干嘛 它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去篡感你的手机号 那么篡完之后呢 那么下面呢 就把这个验证码 原有的这个手机验证码 改为就是你后来 就黑客改在这个手机 手机号的这个验证码 那么接下来这个验证码 就会发送到你的手机 比如说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第三步 第三步就是输入短信验证码 那么验证码 它会干嘛呀 这个服务器端呢 它会去进行这个判断 如果正确 那么接下来将会返回第四步 如果假如说这里 干嘛呀 它不知道这个验证码 黑客不知道验证码之后 它干嘛呀 它会对这个验证码呢 进行一个爆破 那么这里呢 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手段 假如说爆破成功 那么接下来 它会返回到这个第四步 也就是说输入这个正确的密码 最后呢 密码效应成功 当然这里的话 它也可以通过 黑客可以通过这种 窜感这个响应码 比如说有时候 它跳转到这里呢 但是它这个密码呢 输入的时候 比如说 还有一些问题 或者就是说 它上述的一些这个验证手段 并没有就是完全的通过 那么在这里呢 它最终可以通过这个 窜感这个响应码 比如说像它 这个状态啊 为200 或者像一些这个 它的值啊 为OK 或者这个为处 这样 去窜感它显应码 最终呢 去修改这个密码成功 把这个密码成功修改 那么以上呢 就是常见的这个密码重置 中间呢 用到一些手段 编离用户名 窜感用户名 或者窜个手机号 然后报复验证码 窜感响应码等等 接下来就是针对这个支付交易 这块的 那么支付交易这块呢 其实 这个密码重置这块 整个的这个流程呢 是差不多的 无非呢 就是中间一些细节 那么支付交易的话 它肯定会涉及到什么呀 就是说用户 他向这个服务器端 去比如说提交订单信息 或者这个 请求这个 比如说我购买商品的 这一些这个参数 那么提交完了之后呢 如果他这个程序 他当前设置的 开发的不合理 那么在这里攻击着 就可以通过什么呀 在这个过程中 去篡感金额 篡感数 篡感他的数量 那么接下来你篡感的数据呢 他服务器端又没有进行一个 这个合理验证 把这个数据呢 又返回给这个客户端 那么客户端接下来干嘛 支付订单 那么支付订单 它肯定有相对这个价格 那么在这里 攻击着呢 他又去篡感金额 比如说原原本一签的东西 他改为了一块 或者改为了一毛 这样 那么最终呢 他又把这个 圈感的数据呢 又返回给客户端 最终完成了这么一个 支付的一个这个交易 比如说像常见的 是吧 一元购物啊 零元购物啊 等等的一些啊 都是这么一个这个流程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这里有一个这个案例分析了 呃 咱们这里主要是分析一下 就是这个如何啊 去这个重新设置一个 这个用户密码 这里呢 在我这个浏览器中打开它 这里是任意用户密码重置漏洞 那么这里呢 是咱们从网上 然后搜集一个案例啊 就是说他这里 呃 有个白帽子 他这样描述的 就是说什么呀 他在这个用户 他一般有这种 比如说密码找回的 这个或者忘记密码这样的功能 他们首先会干嘛呀 他会向这个服务器端呢 去发送一个 这个找回密码的邮件 他在这里 首先发给了 呃 就是他自己注册的一个账号 然后并且呢 呃 通过这个忘记密码 然后呢 向自己发送了一个邮件 然后这里是他的邮箱账号啊 用户名 然后他发送了一个找密码邮件 然后这里呢 他采取了测试干嘛 他并没有点击这个链接中的这个链接啊 就是这个邮件里的链接 因为这个邮件里面链接呢 他是什么 包含了像这种 邮箱 这个号码的 如果你直接点这链接的话 肯定是把你自己的密码修改 那么在这里呢 他干嘛呀 他直接把这个 呃 这个请求的这个 UR链接里面的这个参 这个参数改了 就是把这个邮箱呢 改为了他要修改的 那个用户的邮箱 那么在这里呢 他把这个链接 在一个新的这个UR里面打开 然后呢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他干嘛 他直接跳到这个界面 然后呢 让你输入这个登录密码 然后这里呢 他重新输入了一下 然后提交 然后呢 他就用他当前修改的那个 其他用户的账号去登录了 这里是他这个登录后的一个界面 那么经过分析呢 他干嘛呀 就是说 我们在发送一封 这个找回密码的邮件的时候呢 程序会把这个cookie 或者sension呢 然后里面设一个标记 然后呢 也就是相定的这个ID啊 就是这个 他的邮箱 用户邮箱 这个账号 那么表示呢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修改的 这个人的密码 那么假如说 我这里把他这个账号 换成其他的一个 这个用户的账号 那么我就可以完成 对他这个账号呢 进行一个密码修改 那么最终呢 形成了这个任意密码 一个修改漏洞 那么这里就是一个简单的 任意用户密码重置漏洞 好的啊 那么咱们本次课程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观看 Thank you 谢谢大家观看